来 现在看一期我们其实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廷下令挥军乌克兰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制裁 而最近又有美国媒体开始揣测 普廷实际上的资产有多少 虽然普廷账面上的年收入只有大约台币400万 而且声称他住在一般的公寓 但是专家认为说 他真正的资产可能是高达数千亿美元 和全球首富马斯克互相上下 全球首富是谁 回答前最好先想一想 多年来俄罗斯总统普廷 谜一样的资产 引发欧美媒体讨论 如今他对乌克兰开战 引发西方经济制裁 美国又有媒体拿出算盘 真的不夸张 账面上全球首富巴斯克 净资产高达两千多亿美元 完胜年收入十四万美元 深深过着朴实生活的普廷 但包括美国财新杂志等媒体 都细数过疑似有普廷实际持有的资产 包括造价十四亿美元的黑海别墅 还有五十八架飞机和直升机 以及多支顶级名表 估算实际资产可能和马斯克不相上下 不只怀疑普廷的心智状态 现在也有欧美情报专家 推测普廷可能有生理上的状况 不排除他罹患癌症 帕金森氏症或失智症 近年来脸部与颈部疑似服肿 可能也和长期服用肋骨醇药物有关 不过普廷实质掌权二十多年 对封锁消息一向很有办法 肯定不会轻易让外界找到身心衰败的迹象 张力德明毅